请 妈妈 您看呀 金队长在那边等您等一张了 快点来吧 请 爷 里边请 金队长 找我啥事 大爷您来了 这些日子 有没有遇到出手大方的嫖客 金队长 啥叫出手大方呀 爷 里边请 这个你比我清楚 爷 您慢走 爷 下次再来啊 好像没用了 如果有的话 你到警察局来告诉我 嫖客 还要告诉你 我指的是乱花银子的嫖客 队长 现在的嫖客抠得很哪 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好好好 金队长 是不是有啥大案子了 破了案的话 请卡局会奖赏你 好好好 奖赏我 少跟老娘要点保护费 就算烧高香了 做鬼也风流啊 做鬼也风流 哥哥 别光想着风流啊 风流 可得要这个 就是 哪个 这个 来 哎 哥哥有啊 哥哥 四个女人 怎么了 这才 你当我们是歪瓜裂藏 破烂货呀 就是 嫌银子少是不是 哥哥 你要是有的话 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呀 就是 哥远看人的 我告诉你们 黑龙潭 刚抢了两车军骨 明儿掌柜的就给我送银子来 走 啥 黑龙潭 哎呀 别说了 赶紧去我家 赶紧去 叫漂亮的啊 比你们俩都漂亮 可去啊 不去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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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啊 给老子去 好好好 赶紧过去 马上去 来来来 哥哥 去去去去 爸妈 爸妈 怎么了 那個人 他拿着一把手枪 还说是啊 黑龙潭 他说 再要两个姑娘 是不是还用他那土匪啊 哎呀我不知道啊 小红 你赶紧叫两个姑娘陪着他 快去 好 小红 小红 千万要沉住气 别让他跑了 哎 行了 妈妈 哥哥 怎么了 别着急嘛 等一下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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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着急了 我着急了 等会儿 等会儿 来来来来来 看 又来了 两个不一样的姑娘 看怎么样 漂亮吧 还没你们俩漂亮呢 哥哥 哥哥 各有各的妙处 您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哥哥 各有各的妙处 哥哥 我试试 来来来来 喝酒吧 喝酒 走啊 我觉得好像是黑龙潭的土匪啊 他说黑龙潭刚刚抢了两车绝火 是是是 赶紧走 好好 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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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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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来来来 我们四个弟弟能好不好啊 就是 来来来 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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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队长 金队长 如我把里面的四个姑娘 引出来 你们再动手好不好 好吧 我也不想让你的姑娘们 白白送死 但是记住吧 千万不能让那个土匪 有所绝产 我知道 我知道 去吧 弟兄们 准备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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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您总不能让我们四个姑娘 陪您一个人睡吧 老子睡十个八个 老子有钱 怎么了 大爷 您说的没错 不过 总得让我们四个姑娘 出去洗洗身子吧 谁呀 这都挺香的 不用不用 不用 妈妈 怎么了 等等我 回来 快点快点 别叫了 快走快走 哥哥 你还是让我走吧 怎么了 外面 外面 里面的独特厅长 你已经被包围了 你说话 放下武器 出来投降 闪开 退后 不然我打死他 退后 把枪放下 再叫我打死 放下武器 退开 你今天跑不掉了 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你给我退 不然我打死他 口 你 都 走 别走 走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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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别怕啊 刚才那个土匪到底说啥了 快呀 快说呀 快跟金队长说呀 他 他就说 就是抢了两车军火 还说过两天黑龙堂的人 给他 给他送大营 是真的吗 小红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 让警察去消灭土匪 你这不是拿着鸡蛋 往石头上撞了 你了解土匪吗 你看 二十年前的庞局长 就是因为惹了土匪了 可咱们是警察啊 你啊 幸亏是我的得力干家 要是换了别人 我告诉你 我指定让你带着人去打土匪 你能打过人家吗 人家武器装备比你好 你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 我也知道 你现在正在追求董会长的女儿 董苗苗 你回去问问他 问问当年他爷爷是砸死的 我听说 好像是被一个姑娘堵死他 后来这个姑娘被抓到了 就是黑龙堂的一个女土匪 结果怎么样 你说这庞局长 好色 就因为好色 把自个儿的命都搭进去了 不值 不值 局长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土匪 逍遥法外 剿匪我们是要剿的 不是还有部队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 明白了 你明白啥了 从现在开始 咱们只字不提抢军火的事 小伙子啊 这就对了 咱们是警察 咱们的任务就是维护社会治安 是 你们这次主要任务是组织霍员 途经西安越往陕北 并掩护途经西安到达陕北的通知 任务可是很重啊 请首长放心 王军同志生前在西安 一直和一个爱国商人联系 这个人帮了我们很多的忙 现在搞清楚了 这个人叫董秋实 是西安商会的会长 最近 他刚刚犯了两汽车的军火 清一色的德国武器 可是还没运到西安 就被黑龙台的土匪给抢了 你现在要想方设法 和董秋实取得联系 记住 千万不能暴露身份 因为董秋实 他毕竟是个商人 董秋实 淼淼 这家饭馆的菜真的很不错 吃点 淼淼 今天能把你约出来吃顿饭 我真的特别高兴 起码说明 你不生气了吗 我要喝酒 淼淼 这不太合适吧 要让董叔知道了 我爸也管不了我 老板 涮酒 淼淼 好 好 随你 正好我今天心里 也有些不舒坦 我陪你喝两杯 你有啥不舒坦的事 淼淼 你不知道 现在抗日前线 正需要枪支弹药 可居然有人发国难财 贩卖军火 前几天 我带着弟兄们前去走鸡 没想到却让黑龙潭的土匪 先下手为强了 最后 还打伤了我的几个兄弟 你咋知道 是黑龙潭的人抢的呢 黑龙潭的土匪 在西安城里面有个卧底 叫麻子 这家好 好色 在鸡院里面 一不小心就说漏了嘴 李勤元同志 组织上知道你 不但熟悉中国字画 而且还有比较深厚的研究 所以你们俩到西安以后 就开个字画铺做掩护 我们在陕北收集了一些 比较好的字画 虽然不是上乘之作 可是你们把它带上 挂在店铺里 还是可以摆摆样子的吗 报告首长 上次我和李勤元 一起经过一个老乡家门口 看见一对石头狮子 他呀 立刻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了 这对石头狮子 是啥年代的 所以 让你们开个字画店铺嘛 你们想想 凡是能够收集字画的人 都是比较有钱的人 你们在和他们的交往中 或多或少 都能打听到一些商业上的事情 报告马部长 能不能考虑重新给我换个搭档 为啥 报告马部长 我们去的是敌战区 太危险 我不怕 报告马部长 报告马部长 好了好了 你们别再报告了 有话就直说 男女住在一起 不太方便 不是说好了吗 你们以兄妹相称 是兄妹关系吗 那也不方便 那怎么就方便了 我自己一个人去 吕清元同志 我看你是有点封剑吧 不是封剑 是麻烦 马部长 那我一个人去 我也不要住手 怎么 你也封剑了 我是反封剑 我最恨瞧不起 女同志的男人了 马明明 我没有瞧不起女同志 这男女总有差别吧 吕清元同志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你必须执行 来 来 我今天要看看 董大小姐的酒量如何 我只是想为周文俊喝一杯 好 为了你的好同学 慢 静香 我得请你帮我一个忙 淼淼 瞧你这话说的 咱俩之间还用说帮吗 你一句话 赴汤蹈火 赞所不辞 那好 你帮我查查周文俊到底是砸死的 好 没问题 干杯 行不行啊 多吃点菜 刚上来的热肥肠 我来揭穿你的想法吧 你呀 是担心马明明 时常和你抬杠对不对 这 你也不想想 正是因为有了马明明 时刻和你抬杠 才能阻止你的鲁莽和冲动 你呀 机智勇敢 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 这是组织上认可的 但就是遇事爱冲动 你忘了 冲动可是一名地下工作者的大忌呀 让马明明做你的助手 就是医治你的这些毛病 提醒你时刻要冷静冷静再冷静 当然了 他还要照顾你的生活 你总不能天天下饭管吧 瞧你笑的那个得意 咋了 不笑叫我哭啊 马明明同志啊 抬杠会抬杠 但在工作中 你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 与沁元同志的命令 这也是原则 明白 与沁元同志 考虑到你的名字地狱性太强 你到西安以后 就叫勤元吧 马明明的名字问题不大 记住了吗 好了 时候不早了 你们俩准备一下 马上出发 保证完成任务 保证完成任务 修实 我怎么看你的脸色不太好啊 你说当个大夫累不累啊 跟别人见了面 就首先看别人得病了没有 你有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啊 没有 身体好得很 只不过有点胸闷罢了 那 没事啊 我回来了 淼淼 怎么了 喝酒了 对啊 我喝酒了 但是我没有喝醉啊 阿姨 没想到 今宵居然都没喝过我 淼淼 爸 你别生气嘛 我们只是在一块吃了顿饭 再说是今宵追求我 我又没答应他 你既然没有答应别人 就不要跟别人走得太近 爸 我觉得你对今宵有偏见 周文俊的那件事跟他没有关系 而且 他已经答应帮我好好查查了 你太幼稚了 人家今宵挺好的 而且很有正义感 昨天还为了一批军火 跟黑龙潭的土匪干了一仗呢 怎么了 爸爸 你说什么 今宵说 黑龙潭的土匪 抢了一批军火 光辉 现在咱们黑龙潭 有这么强大的武器 啥也不怕 听姐的话 找个女人 好好地过日子 我啥女人也不要 好 我就要一辈子守着你 你说啥呢你 除非你答应 行了 你要是愿意的话 就一辈子打光棍好了 我就愿意守着你 打一辈子光棍我也愿意 你这娃怎么就不听人家劝呢你 除非你结婚 我跟谁结婚呢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把我那两个儿子找到 我可以帮你一起找 你走吧 我累了想睡了 你怎么起来 还能起来 我想睡了 我来 你真心灵了 先看看 简安 真的 我可以帮你一起找 是 你们知道 黑龙潭抢的那批军火是谁的吗 谁的 爸的 看你们大惊小怪的 我也得挣银子 爸爸 你犯愿军火卖给谁呀 谁打鬼子我卖给谁 那谁打鬼子呢 这个 爸爸心里明白就行了 对了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吧 这件事情 谁也不能告诉你 尤其不能告诉金销 因为贩卖军火 是要犯杀逃的罪 懂吗 那所知大王 相当大 那咋办呀 爸爸 请警察局攻打黑龙潭 那无疑是让鸡蛋去撞石头 那 那让郭市长攻打黑龙潭不行吗 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好 况且 爸爸不是说了 这件事情 爸爸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那不就意味着 白白丢失了一批军火吗 这样吧 我自己亲自上一趟黑龙潭 爸爸 淼淼 放心吧 爸爸又不是去攻打他们 可他们是土匪 不入虎靴 焉得虎泽 那我跟你去 我也去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难道让大家都遭遇不测吗 可是 啥都不要说了 我意已决 况且我相信邪不压重 你能不能不去黑龙潭呀 非去不可 那些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呀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 燕曼 实话跟你说了 二十年前 我爸爸遭遇不测 我就想亲自上一趟黑龙潭 调查原因 这次 他们又抢了我的军火 你说我不上黑龙潭行吗 爸爸 好了 爸爸 爸爸迷失 记住 爸爸上黑龙潭的事 谁也不能说 爸爸保证平安回来 好 都回去吧 爸爸 我想跟你一起 不行 秋实 你知道去黑龙潭的路吗 大概方向我是知道的 不过 车肯定开不到黑龙潭 等没路了 我也只好不行了 你们想想 就我这份装扮 土匪能不注意吗 不用我自己上黑龙潭 他们就会把我绑上去了 爸爸 你脾气不好 千万要沉住气啊 秋实 我们可都等着你回来啊 你们这是早了 早有点像风潇潇 易水寒的味道 放心吧 我大不了去黑龙潭看看风景 听说 那儿的风景还不错 行了 我走了 看见呗 有钱的主宫啊 是呀 送上门的买卖 来 狗娃 你说这人来咱黑龙潭干啥来了 管他干啥呢 你们说送到嘴边的肉 咱能不吃吗 狗娃 你看咱们有多傻 狗子 你可连车也扣不下 你懂个啥 人之前车之前 我擦了 我擦了 狗娃 藏起来 藏起来 快快 来来来 站住 站住 闭着头 先生 走错地方了吧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黑龙潭 黑龙潭是啥地方 凭你们三个手中的家伙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别喝 胆子不小啊 说 去干啥 我要找你们掌柜的 掌柜的 先生 带路吧 谁 谁是先生 你刚才不是客气地叫我先生吗 我总不能叫你们土 你想叫我们土匪呢 老子就是土匪 来 跟我把眼睛蒙上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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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走两步就腿软了 快走 快走 走快点 快点 戴上眼镜 让你见识见识 看看我们这是啥地方 这就是传说中 黑龙潭的小苍龙岭吧 爷和 还得我们这儿了如指掌啊 了如指掌谈不上 只是听说而已 山不再高 有匪则凶 水不再深 有鱼则掉啊 你给干净点 走 走 走 快点 这都是我的东西 德国造 那是我们黑龙潭的 还有那个 那个也是 全是我的 你走不走 再不走 老子一枪崩了你 走 走 先别让他进来啊 掌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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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干啥 他是不是来查他爹死的事啊 光辉 把他带到我的房间来 看啥 走啊 董会长 是你 你咋在这儿 这边请 走啊 小兄弟 小兄弟 你咋会是黑龙潭的人 那你姐 我们掌柜的 等着你呢 请 回忆 董老板 董老板 你不认识我了 你不认识吗 不 我是人 只是 只是没想到 我是个土匪 而且还是个土匪头子 对吧 其实 其实我早就该想到了 早就该想到了 因为你的枪法 土匪就是靠枪法活命的 董老板 请坐 坐 那么你 掌柜的贵心 我命很贱 杏田 不是香甜的甜 是种甜的甜 请喝杯山里的茶 我知道你心里窝着大火呢 这茶能去火 你知道我心里窝着吗 三岁的孩子都能看得出来 董老板 上山有何贵干 别装了 还有啥贵 你抢了我的军火 你说啥 那军火是你的 当然是我的 不然我不会上黑龙潭 是 喝茶 狗啊 都这么长时间了 他们怎么还在里面 你知道他上在黑龙潭来干啥 我说这家伙 咋敢上在黑龙潭来呢 原来是要枪来了 掌柜的认识他 那那他不会把枪还给他吗 枪落在咱手里 你说掌柜咱能还回去吗 不能 对 要枪来了 本来我想着 找见你之后 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可是没想到 你居然是黑龙潭的头 更没想到 居然是你抢了我的军火 董老板 你别急呀 董老板 你是文化人 来 你看 这墙上这幅字 写得咋样啊 字写得很一般 不过有些风骨 谁写的 我写的 你写的 真是你写的 你以为我们土匪都不会写字啊 你读过孙子兵法啊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这一句 兄弟们在聊天的时候说出来的 我觉得挺好啊 就把它给写出来了 为啥偏偏写这一句 黑龙潭大事 存亡之道 不可不慎之 真是你写的 难道只有你们老板 和有文化的人 才会写字 那你写几个字给我看看 那你写几个字给我看看 我凭啥写给你啊 我只是想看看 你想看我的笑话 像你们文化人所说的 献丑 我只不过是想看看你写几个字嘛 那好啊 你来言莫 让我言莫 高丽氏还给李白脱靴呢 叫你言言莫咋啦 你也知道这个点子 山里面放羊娃都知道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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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柜的跟他胡说些傻呀 一会儿点过一会儿字的 这叫先礼后兵 要我说啊 把他推下悬崖算了 你说啥呢你 你咋就不长脑子呢 人家赶上黑龙台来他会怕死吗 我看他这种人哪 就是爱才怕死没瞌睡 掌柜的会有他的办法 绝不 高丽淮 绝不 凡事都逃不出个理子来 我来要回我的东西天经地义 在我这儿 就没有道理 我是土匪 土匪不抢东西抢啥呀 第一 我不知道抢的是你的东西 第二 我们这次抢的是命根子 你让我把军火还给你 这可是要我们黑龙台兄弟的命 你说 你说 我会把兄弟们的命给你吗 你不就是想要些钱吗 我用银子输行了吧 多少银子可以买一条命 这么说 你想让我空手而归呢 我可以赔偿 这已经是破了黑龙台的规矩了 你知道这两车军火值多少钱吗 我才不管它值多少钱呢 不过 我挺佩服你的胆量 你敢独自一人上黑龙台 你就不怕把你的命也搭在这儿吗 我既然敢来 早就把生死置之都外了 那咱俩就打个赌咋样 赌赢了 我就把军火还给你 我凭啥要跟你打赌 这本来就是我的东西 你现在可以走 那你说赌啥 比枪法 你这不是为难人吗 你总不能拿自己的强项 比他人的弱项吧 那你就选个强项吧 我想你大概还能喝点酒吧 土匪当然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不过对于我来说只是偶尔为之 啥叫偶尔为之 就是弟兄们在敬我酒的时候 我过于不去 就免上一两口 那咱们就比喝酒 这么说 你是拿你的长相在比我的短处了 好吧 就这么定了 东老板 不过 我还有件事要问你 啥事 你咋知道黑龙潭的人抢了你的军火 你兄弟中 是不是有个外号叫麻子在 不过 你说掌柜的 还跟他啰嗦些啥呀 聊去呗 聊三天三夜 掌柜的就一句话 不给 真要是还了 我当下把自己给善了 你说啥 你自己善自己啊 你吓得了手吗 拉倒啊 我听说人家李莲英 就是自己善的自己啊 你还知道李莲英啊 哪儿啊 李莲英是谁啊 人家那是大人物 要不人家咋成大太监了 那 那人家是大人物 那我也是大狗娃 哪儿啊 你要是真把自己给善了 你就成大牛娃了 你呀你 咋 不敢比喝酒了 光辉 狗娃 掌柜的 掌柜的 咋收拾他 来 上酒 上菜 啥 给他喝酒 多备几坛的酒 快去呀 你说我爸爸现在下山了 还是在黑龙潭 淼淼 放心吧 我跟你爸爸再三说了 大不了军火不要了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掌柜的 咱们喝酒的规矩 谁喝不了了 谁先吐了回数 恭敬不如从命 赶问掌柜的 何时上了黑龙潭的 赶问掌柜的 何时上了黑龙潭的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二十年前 黑龙潭有没有一个女土匪 有没有一个叫刘雪梅的女人 我们俩是来赌输赢的 不是叫你来审讯我的 要是等我被警察抓了 你可以再问我这些事 谢谢你在城隍庙救了我 这碗酒我先喝了 不算咱们赌输赢的酒 董老板 我也奉陪这一碗 不算打赌的酒 感谢你给我唱展善童 还有 带我去看病 掌柜的 说句你不嫌难听的话 我恨土匪 董老板 我也说句难听的话 我恨有钱人 要不是你想落的军火 我这辈子都不会上黑龙潭 听你刚才说的话 你要是再犯军火 老娘还抢 听你刚才说的话 听你刚才说的话 你说你 你说你 你咋能是土匪呢 你咋能是土匪呢 你你们接着sized 一勃多付到你的吸塑